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 订立新安排引入海外医生 并可以豁免考执业事 食物处卫生局局长陈兆子否认走回头路 强调有其他途径平核医生的水平 有军华报道 今次计划修订的医生注册条例 不再交由医委会讨论 直接将条例草案呈交立法会 合资格的海外医生不再需要经有限度注册来港 拿到专科资格后在公营医疗机构做满5年 就可以在香港正式注册 不再需要考执业事 议员几乎清一色支持修例 关注认可的海外医学院名单 限在100间之内是否足够 又质疑有医生团体关注海外医生的语文水平 是否那么重要 现在还要请识英文和识广东话 其实正正收窄了 你可以请到专科医生来 你说整个一百多个列号 你是框了自己 我绝对反对这一样东西 根本不可行的 代表医学界的议员陈佩言形容 免去海外医生考医委会执业事件走回头路 又质疑修例之后 是否可以舒缓公立医院医生的压力 非本地医生大部分都是在大学工作 他不会在医管局一些最辛苦和最热点 最爆股的情况做的 你真的摆下医管局内的内科急诊室 或者是疑科病房 我们很欢迎的 但实际上不行的 成立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回应说 免去海外医生执业事 和97回归前的英联邦互认制度免事不相同 又说不一定要靠考试才可以注册 都是极少数的地方 都是只是透过考试才可以注册 希望是可以与时并进 陈兆史又说 除了医委会主席 两间本地医学院的院长之外 政府也都会派人进入决定 认可海外医学院名单的委员会 有声电视记者又盡目